大家好,我是阿聚,上一期结尾,黑泽先生来到存刚家,邀请花子参与他们的广播节目。 这可是花子从未涉足过的领域,黑泽先生所在的GOAK广播局,准备新开一个儿童新闻栏目,可目前只有一个播音员,他们准备再找个人。 连子想到花子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就跟黑泽先生举荐了花子。 对于黑泽先生的邀请,花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因为他实在太容易紧张了。 在修和女校演舞台剧那次,他现在想起还会腿软冒汗。 连子想到当时的情景也觉得很好笑,但还是劝花子,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他肯定没问题,花子还是想拒绝。 黑泽先生适时出声,给双方留下余地,让他明天先到广播局观摩一下再说。 那天晚上,英智也试着劝花子去试试,但花子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 第二天,JOAK这边得知邀请的人是一名女性,还是一名外行的女性。 部长七元和另一名播音员尤玛次郎都不太看好他,黑泽先生却告诉他们, 这件事已经得到了局长的认可,原来局长的孙子很喜欢花子翻译的王子与乞丐,也说务必让花子来做这个节目。 这样一来,两人虽然不满,但也不得不顾忌局长那边。 英智怕花子紧张,陪着他一起来到JOAK。 见到七元部长,花子说自己准备拒绝邀请,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想到要对着收音机前的众多听众讲话,忍不住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七元部长一不小心叫错了花子的名字,在黑泽先生的提醒下赶忙道歉, 接着也不给花子再拒绝的机会。 七元部长邀请花子和英智参观录音棚。 看着有马次郎播音的样子,花子不禁想到了小布。 小布生前也很喜欢广播,还总是玩播音的游戏。 也是因为这一点,原本打定主意要拒绝的花子,突然改变了主意, 告诉大家他想试一试。 花子以为英智会取笑他多遍,英智却对他说, 花子在试音的时候特别紧张,试了两次稿子,还是念得磕磕巴巴, 听得有马次郎直走眉头, 他问七元部长是不是真的打算让花子来做这个节目。 七元部长表示,局长都发话了,他也没办法。 就这样,花子开始了播音特训。 本就对他不满的有马次郎,在特训时对他很是严厉, 但花子没有轻易放弃,孜孜不倦地练习着发音。 另一边,莲子家突然来了一个女人, 还是一个年轻娇媚的女人,学奶。 她说自己是来找公本老师的,莲子和婆婆以为她是公本的女人顿时如临大敌, 了解了一番之后才知道,她口中的公本老师指的是公本莲子, 她是来找莲子的,而不是龙衣。 原来,她是在报纸上读了莲子的文章身受鼓舞, 才从妓院逃跑出来的,那篇文章上写道, 不管身处怎样的境遇,女人不能以自己是女人为借口而选择放弃, 即便是女人,也要活出自我。 她从妓院逃出来后无处可去,就只好来找莲子了, 莲子听了她的话,立马便答应了让她住在家里。 婆婆不同意揽这麻烦事,正好回来的公本龙衣, 却认可莲子的做法,还表示会竭尽全力帮学奶找回自由, 学奶听后喜极而泣,说她果然来对了地方。 之后,花子首次播音的日子终于到了。 莲子出门的时候,英智给了她一个红色的小布袋, 里面是小布的照片,英智告诉花子, 读新闻稿的时候,想象自己是在给小布读故事, 这样就不会紧张了。 花子首次播音的稿子原本是关于帝国议会的原稿, 却在播音前被换成了一篇新闻稿, 报道的是今天早上动物园狮子逃跑的事情, 这让花子感到很紧张, 不由地拿出小布的照片看了一眼。 得到力量后,花子对原稿进行了修改, 他请求黑泽先生允许他用改过的稿子来播报。 有马次郎觉得他在胡闹, 在这里他只是一名播音员, 对着原稿一字一句读出来就是他的工作。 花子解释说,小孩子的耐心最多只有五分钟,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才能让孩子们更有兴趣地听下去。 听了花子的这番话, 黑泽先生接过他改的稿子看了起来, 另一边的有马次郎告诉花子, 在正式播报新闻之前, 原稿要先通过地信省的审核, 虽然这件事情会有些麻烦, 看完稿子的黑泽先生还是同意了花子的请求。 花子这边正紧张地筹备着, 而他的听众也在忙着调收音机。 为了收听花子的节目, 英智老早就买回了一台收音机, 夹带也从客人手里收购了一台, 贾府的众人都聚到了德湾地主家, 联子和醍醐他们也来到了英智家里, 所有人都围着收音机等待六点二十分的到来。 一开始,花子还是有些紧张, 看了一眼布袋后, 他镇定了不少, 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花子念叨。 这一段新闻播完, 花子如释重负, 他拿起布袋闭上眼睛, 似乎在幻想着什么。 突然前方传来小布的声音, 花子抬眼望去, 她的小布正笑吟吟地站在她面前。 花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告诉小布, 多亏了她, 她才能讲完这段话。 小布没说话, 强忍着眼泪叫道。 花子的话音落下, 小布的身影就消散了, 花子忍不住痛哭出声。 尽管眼眶里闪烁着晶莹, 小布在消失前也一直在笑, 她以这样的方式跟妈妈告别, 是希望妈妈能够坚强吧。 在花子首次播音一周后, 莲子突然带着小桃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花子很是吃惊,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小桃本该在北海道过着幸福的婚后生活。 她不知道小桃身上发生了什么, 还是从莲子口中了解了一二。 原来, 小桃的丈夫去年就病死了, 丈夫死后, 由于小桃没有留下香火, 婆家人对小桃很不好。 一周前, 她碰巧听了花子的广播, 再也无法忍受北海道的生活, 小桃就从婆家逃了出来。 莲子的文章在报纸上, 很多身处困境的女性来找她帮忙, 小桃在路上听说, 只要去了写文章的作家家里, 她既管吃又管住, 于是, 小桃就去了莲子家, 却没想到, 那位作家就是姐姐的朋友。 莲智和花子让小桃留在这里, 和他们一起住。 小桃犹豫了一下后答应了, 但对姐姐姐夫的态度, 有理而疏远, 这让花子心里很不适自卫。 曾经的小桃总是笑嘻嘻的, 现在会这样, 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具体的事情小桃没有多说, 莲子也不是很清楚, 也正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花子才对自己很是恼怒。 作为姐姐, 自己居然没能早点察觉小桃的不对劲。 屋里决定留下的小桃, 将花子家里的环境打量一圈, 随后黯然地垂下头来, 感慨姐姐和她的生活, 简直是天差地别。 花子如常来到JOAK准备新闻播报, 起源部长等人来到她面前告诉她, 局长和听众们对她的表现大家赞赏, 起源部长本人也表示, 对她很满意, 但对于她的真实想法, 没人能摸透。 有马次郎的态度倒是很明确, 先是对花子说, 既然有时间改稿子, 也要多练习将稿子正确地读出来, 之后又告诉她, 儿童新闻的受众虽然是儿童, 但也是新闻节目, 对于你那种通俗易懂的播报, 我持保留意见, 显然这位对花子意见不是一般的大。 另一边, 小桃想要帮忙做饭, 花子家的厨房却让她 无所适从, 不管是冰箱还是煤气灶, 在她看来都是很新奇的玩意儿。 多亏来到厨房的英智 教她怎么使用, 小桃从来不知道原来生活如此简单, 听到英智说这个炉子用的是煤气, 她更是一脸疑惑, 英智解释说, 为了减轻花子做家务的负担, 专心于翻译和写作, 她便一咬牙给花子安装了煤气。 小桃听了又忍不住感慨, 姐姐真幸福。 傍晚花子的新闻播报准时响起, 小桃和英智坐在收音机旁静静地听着, 小桃的目光渐渐变得幽远, 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 极平夫妇在得知小桃的境况后, 从贾府赶了过来, 看到多年不见的爸爸妈妈, 小桃泪流满面, 将心中的委屈和心酸哭了出来。 当晚, 吉太郎和家带也来到花子家, 安东一家迎来了久违的大团圆, 不知道小桃情况的家人们, 在吃饭的时候, 又问起北海道和她的丈夫。 小桃只说北海道和爸爸说的一样, 她的丈夫是个勤劳的人, 花子便告诉大家, 小桃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大家这才没再多问。 饭后, 姐妹几人来到家带的咖啡馆, 准备好好叙叙旧, 落魄的画家又来喝闷酒, 本来家带不准备对外营业, 但还是招待了她, 然后便自顾和家人说起话来。 花子告诉小桃, 她不用再回北海道了, 她可以留下来和姐姐一起生活, 英智对此不会介意的, 这样花子也可以多了解了解小桃。 这句话似乎戳到了小桃的痛处, 她有些激动地打断了花子, 小桃说, 姐姐你不会明白的, 你过得那么好, 有份出色的工作, 丈夫也特别爱你, 这么幸福的姐姐, 怎么可能会懂我的心情。 对于小桃的心情, 吉太郎感同身受, 她告诉妹妹们, 她当初也不明白, 为什么花子能去大城市学习, 而身为长男的她, 却要当一个庄稼汉, 她那时候还特别恨他们的爸爸, 因为那个人嘴上说着人人平等, 却只给小花特别待遇。 花子听到兄妹二人的话, 却心虚地低下了头, 因为她没法反驳, 虽然她也经历了很多自己的苦处, 但其他姊妹承受的更多。 说完自己的心里话, 吉太郎劝小桃也说出来, 把她的心事以及她的经历, 统统都告诉他们。 小桃这才告诉大家, 北海道的生活很艰苦, 冬天没有食物和衣服, 还要在雪地里光着脚干活, 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 小桃还能坚持下去, 她相信, 只要大家拼命耕作, 总有一天就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当丈夫病倒之后, 亲戚们都变得冷淡起来, 她去找他们借钱买药, 大家都说, 光是为了活下去, 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哪还有钱借给她? 最后, 连丈夫的葬礼都没能为她办。 兄妹几人听了都唏嘘不已, 夹带问小桃, 丈夫死后你是怎么过的? 谁也帮我帮助, 也没有人家, 也没有人家, 在家里睡着。 小桃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 听了她的话, 其他人也特别难受, 大家一时间都陷入沉默, 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到家里, 花子将小桃的事情告诉了吉平和富士, 吉平听后很后悔, 后悔当初将小桃驾到北海道, 他和富士说, 想带小桃回贾府, 富士点头同意了, 花子却劝他们把小桃留在东京, 一来小桃回去也只会觉得很难堪, 二来他想尽可能弥补一下小桃, 听了花子的话, 英智也表示自己希望小桃留下来, 夫妇俩不知如何抉择沉思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小桃还在咖啡厅黯然伤神, 那位落魄的画家在提笔画着什么, 夹带告诉他快打烊了, 他才停下笔, 随后拿着画来到小桃身边, 说他今天一张画都没卖出去, 希望他能买下这幅画。 小桃没有说话, 画家自嘲自己脸皮太厚了, 说着从本子上撕下那幅画, 将它送给了小桃。 小桃接过画看起来, 夹带也赶紧凑过来看画了什么。 两人看完对视一眼, 然后二脸迷茫地看向画家, 画家只好不自在地指了指小桃, 那幅画上画的居然是小桃, 姐妹俩顿时笑不可知, 夺亏了画家的画迹, 小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昔日的笑容。 吉平夫妇将小桃拜托给花子和英智后, 就回了家府, 而小桃自那天来到家带的咖啡厅起, 就再也没回过花子家。 花子来劝小桃去跟他一起住, 但小桃的心结还没打开, 并没有跟他回去。 这天花子来到JOAK, 遇到七元部长等人, 简单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就告辞了, 离开前跟大家说了声贵安, 七元部长似乎对这句问候印象深刻, 在他离开后嘀咕了一句, 之后花子照常跟黑泽先生交接完工作, 黑泽先生给了花子一堆听众写给他的信, 其中有一封信很特别, 是一位生病孩子母亲寄来的信, 信上说他的儿子很喜欢儿童与新闻, 他现在正在住院经常会闷闷不乐, 但他每天都期待着花子的广播, 对他来说花子的广播就是他的希望, 这封信让花子感触颇深, 他站在窗前想了很多。 另一边, 看着拼命干活的小桃, 家带忍不住劝他跟花子和好, 他告诉小桃, 花子是真心想和他住在一起的, 小桃却说姐姐看起来还是那么忙, 他一定不是那么想的, 家带替花子解释着说, 他是在小布去世之后才开始那么忙碌的工作的, 从那以后, 他为了把故事讲给全日本的孩子们听, 才一直拼命地工作, 他接下了广播局的工作, 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小桃听了他的话, 若有所思, 随后来到了花子家。 英智看到小桃很高兴, 以为他终于决定回来住了, 但小桃却说, 自己是回来拿行李的。 英智去取行李的时候, 小桃一直看着小布的遗像, 英智回来见状告诉小桃, 他其实很羡慕小桃可以和姐妹吵架, 因为弟弟玉米走后, 他一个人既不能吵架也不能和好, 说完, 他想起要给小桃拿一本花子的新书, 就去了书房, 却看到他送给花子的布袋还在桌上, 于是英智借口自己急着交货, 拜托小桃给花子送去。 小桃只好答应了英智的请求, 出发前他打开布袋, 看到里面居然是小布的照片, 夹带的话似乎又回荡在耳边。 小桃来到JOAK, 在黑泽先生的带领下来到录音棚, 却正好见到了花子的窘境, 花子请求七元部长允许他再改一下稿子, 但对于他三番五次的改, 七元部长和尤玛四郎都很有意见, 尤玛四郎直言,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审稿, 他只能照着现在的稿子念。 七元部长也是这个态度, 但花子不想放弃, 说自己只改一句话, 就是将最后的再见改成贵安再见。 七元两人听后, 觉得花子的想法不可理喻, 开头的时候已经说了贵安, 在最后还要说贵安吗? 七元部长的妻子也是在修和女校毕业的, 她每天从早到晚总是说贵安, 听得七元耳朵都快长出茧子了。 七元部长是真的丝毫不掩饰, 自己对花子的不屑了。 面对她赤裸裸的侮辱, 花子却没有退缩, 不卑不亢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她并不认为贵安是属于贵族间的寒暄, 反而觉得这是一句包含了各种祝福的话。 她祝福人们要健康幸福的生活, 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人在一生中有时会遭遇疾病, 有时甚至会事事不如意, 所以她想以一句祝福来结束广播, 她想祝愿所有人, 无论男女老少, 都能平安健康地听到明天的广播。 黑泽先生适时进来, 劝说七元部长, 说只是韩轩宇而已, 改了也没关系, 也不知是花子的一番话起了作用, 还是给黑泽先生面子, 七元部长终究是同意了。 几人谈完事情, 小桃也顺利将布袋交给了花子, 花子对此很是感激。 随后花子平稳地播报完新闻, 在最后她真诚地祝福大家。 花子的声音好像有魔法一般, 感动了小桃的内心。 她回到了花子家, 决定和花子他们一起生活, 到此两姐妹终于消除了芥蒂。 几天后, 花子家院子里闯进来一个男人, 她抓着小桃硬是不放手, 而一边听到小桃的惊呼, 花子和英智赶紧冲了出来, 他们以为那个男人是想对小桃动手动脚。 花子赶紧将小桃护在身后, 那个男人解释自己不是什么可疑的人, 说着就想去拉小桃。 英智赶紧拦住他, 两人推嗓间, 小桃站出来解释说, 那人是家在店里的常客, 几人这才坐下来好好沟通了一番。 花子和英智也才知道, 眼前这个人是个画家, 名字叫义田旭。 由于近期有个大型画展, 他特意来找小桃做他的模特, 花子问他为什么会找小桃。 这个问题让义田旭本人也很苦恼, 他苦思冥想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答案。 义田旭的话一出口, 直接把小桃给吓跑了, 花子赶紧追了出去, 谁知小桃竟然一口气跑到了夹带那里, 苦了花子气喘吁吁地追了一路, 见小桃终于停了下来, 他忍不住感叹。 夹带看看小桃又看看花子, 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等两人喝了点水缓过来, 花子才问夹带, 义田旭是个什么样的人? 夹带告诉二人, 义田旭是为了成为画家才来东京的, 虽然没钱, 但是个亲切的人, 会帮他修理店里的椅子和架子, 还帮他修好了收音机。 夹带还给花子看了义田旭给小桃画的画, 花子看完也不由得有些失效, 见此, 花子以为小桃不愿意, 便让他不要担心, 他会去帮小桃拒绝, 小桃却表示自己是愿意的, 因为第一次有男人说喜欢他, 他丈夫也没说过这种话, 他跑出来是因为被吓到了, 这反应倒是和当初的夹带如出一辙。 就这样, 从那之后, 义田旭每天都来村刚家画小桃, 而花子那句贵安再见的结束语, 也受到了很多听众的欢迎, 连七元部长也不由得说起贵安来。 这天, 义田旭问起小桃, 他喜欢什么颜色, 小桃有些答不上来, 他便换了个问题, 问他喜欢哪个季节, 小桃说自己讨厌冬天, 喜欢植物向阳生长的季节。 小桃问义田旭, 为什么会问他这样的问题, 义田旭说, 他是想了解小桃的一切, 接着他得出了小桃喜欢绿色的结论, 还用画笔沾了绿色的颜料, 拿给小桃看。 小桃笑着说, 果然会画成奇怪的画, 义田旭再次保证说不会, 两个人说说笑笑, 气氛很是不错。 终于义田旭的画完成了, 不像之前那幅奇怪的画, 这幅画上的小桃就是小桃的样子, 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一脸纯真, 几人正在欣赏着画, 义田旭却说自己有话要说, 只见他静止跪坐到几人面前说道, 面对傻乎乎的义田旭, 小桃会接受他突如其来的求婚吗? 我们明天再讲, 喜欢的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